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杰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杰 想跟大家說一件事 就是國殤之柱 國殤之柱放在香港很久 一直都沒有人認同過究竟是哪一個人 然後也沒有人認同過究竟是哪一個人 然後在早一些時間 香港大學已經搞不定 搞不定 問這個人是誰 沒有人不認領的話 我們打包運走 然後有一個人叫做高智活 就是這個東西的作者 然後就說是他的 他將會運這東西來香港 但是一直以來他都沒有運過這東西來香港 最後港大用了港大自己的錢 把他搬走 現在高智活彈出來就說 我準備好這東西了 現在麻煩香港大學給我這個國殤之柱 然後香港大學就有很多不同的東西要跟他斟酌一下 然後這個作者高智活竟然大罵香港大學 阻礙他搬走國殤之柱 其實我們不知多想這東西 是離開我們香港 但是是不是我們的香港大學左頭左勢呢 我們稍後就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下 到底是港大左頭左勢 還是他還沒交費 稍後和大家一起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民意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鐺 選了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這支國殤之柱真的很噁心 你會看到有一群類似人的雕像 但又不是人 我覺得不是人 好像佛地摩的樣子 就有無數個佛地摩的外國人的樣子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他雕像是外國人的樣子 但是他說不知道紀念中國什麼 那你是黑外國人的樣子 這些我就真的不知道 我不明白 這個國殤之柱 其實他就放在我們香港大學的校園 就放了20年 但是這20年來 其實都沒有人交過租 放了20年 全倉費 你也要計算吧 沒有人交過租金 那不要緊 沒有人交過租金 我們在早期的時候問過 誰的 拿走他 現在不適合放在這裡 你不拿的話我扔掉 那時候 好像搞了很久才有一個人 跳出來 學校說 不要了 因為危險 老化 有機會會掉下來 所以也有很多不想風險 所以就要把他移除 搞了很久很久很久的時間 他這個作者 丹麥的高智活 才說是我的 你不要扔掉他 我會移走 然後也移不走 香港大學就忍不住 最後就把他打包 然後就擺放了一二邊 然後這個高智活在 日前就在說 在過去那一年裏 我不知道那一年是什麼意思 他就說他嘗試過用不同的方法 把這輛國殤之柱 來香港 然後想運到歐洲那邊 然後就說 搞了一年 現在終於找到一個船公司 和調運公司 把他的作品運走 他說年月以來 不斷地和香港大學進行很多交涉 但是進行至今 都毫無結果 連這輛國殤之柱的下落 也是未明的 這裡大家要先記住 因為他說他不知道國殤之柱 到他那邊 下落不明 你先記住他說下落不明 但是他是不是在說謊 稍後會為大家協中 這個高智活就說 香港大學一早就向他自己的律師 確認了調數是他所擁有的 現在他就批評香港大學 是完全不合作 質疑當局是有意阻撓 阻礙他運走這輛國殤之柱 但其實 在說早歇年期早歇時日的時候 香港大學不斷地問 你運走他了嗎 你運走他了嗎 麻煩你運走他了嗎 他也是不運走的 所以其實不是香港大學 有心阻撓 是他自己不斷地製造很多不同的藉口 他就說現在又不讓我運走 又是否擔心國殤的施柱 就是在外地展覽等等 其實你都製造了很多洞在不同的地方 那還怕些什麼 其實沒什麼好害怕 是不是 港大回覆傳媒的時候就說 校委會在去年 基於很多不同的安全風險 已決要移走這個雕塑之後 大學有按照合法合情 合理的原則 去做很多不同的 跟進工作 這輛柱 被我們香港大學 把他撞走了之後 現在離開大學 即是離開學院 校園 大約接近一年 高智惠就說 他委派的律師 年月以來三分四次 多一次聯絡香港大學 他說起初 是沒有收過香港大學 任何回覆 然後 才知道原來校方的法律代表 正在休閒 當然 你這個高智惠有沒有 告訴公眾 你問香港大學什麼 其實沒有 其實沒有 我都可以說 做了些事情 某人是 完全不回覆我的 例如是 我拿個電話 寫個訊息過去 樓價大跌 股市大跌 跌 接著就說 我可以寫個訊息 現在 銀行的 叫做 叫做 利息通脹 利息就高了很多 存款有著數 你想別人回覆你什麼 所以 你說 多次的聯繫 別人不回覆你 那你多次的聯繫是說什麼 內容是說什麼 你不說內容的時候 其實 可能你的內容是我剛剛所說的模擬 人家怎麼回覆你 傻的 別管他傻的 指示 那是什麼意思呢 那就是說 學校沒有給到指示 給任何的 叫做他們學校的不同部門 是要拿走 這個叫做國殤之柱 那是什麼意思 那就是說 很明顯 這個高智活 是想香港大學做一些事情 配合他 但是其實香港大學 在打包國殤之柱 幫他釘過去的時間 已經做了很多事情 用了很多人力 用了很多物力 其實這條數 是不是應該先找他 你要別人 幫你做另一件事 舊債未清 新債是免問 還有 你說你已經準備好 把他打包拿走 那為什麼 你又需要 香港大學 去 幫你 配合你 去做某些事情 這些 我看下去 好像有一點 奇怪怪怪的 然後 高智活就說 懷疑香港大學 在移取的過程中 已經對這個雕塑造成破壞 他曾經要求過由他的團隊 移離這個移取的雕塑 並且一早警告過這個雕塑非常脆弱 但校方從來沒有來過他 令他非常沮喪 大佬 那時候 已經給了時間給你 給了很久的時間 你是沒有理到香港大學 別人有一些叫做死線死期 你說 等我搞 我十年後回來搞 那我還理你 是不是 所以其實他講一些東西 當然他講到他好像很合理 但其實大家如果跟進到一些報道的話 你就會知道其實他很不合理 很多東西都 你打算擺多久才拿走呢 我不知道 現在又有疫情又成這樣 我又來不了 船又來不了 總之我來不了 你先幫我擺在這裏 那要搞多久 所以校方這個做法是合情合理合法 只不過他不會把事實的全部 告訴大家 外國是這樣的 大家不是 不知道吧 他就說對香港大學校方的不合作感到非常憤怒 校方明知雕塑是他的財產 應該由他去處理 強調必須要歸還 而不是放置在香港某個貨櫃之中 他現在就認為是中國在幕後操縱 阻止這輛國殤之柱移離香港 如果要阻止這輛國殤之柱移離香港 當初就不會叫你移走 是你自己三番四次說 我很想移走 但我現在不方便移走 先放置 限期之前你又不移走 所以 香港大學已經給了很多很多的時間 但他依然是不移走 不移走 不把他移離我們香港大學 不移離香港 所以這件事 其實我們香港大學 是沒有任何的責任 當然也不關我們國家的事 所有責任完全是在於他 但他現在就要把所有的責任推回 在我們香港 但他就說現在根本不知道這輛國殤之柱 究竟放在哪裏 校方一直都沒有向他交代國殤之柱的全方位 大家知道這件事 又是不是 真的 是不是一個 謊話 是不是真的下落不明 我們其實翻查一些報道 在去年12月下旬的時候 這輛國殤之柱被廣大移除了之後 有記者跟著 其實香港大學也有 被人知道他放在哪裏 就是存放在位於石崗的港大家道理中心的一塊貨櫃裏 怎會是下落不明 怎會是不知道放在哪裏 你說謊 你要知道你說謊 其實不是很合理 才可以 因為當時高志活 是有跟從整個過程 他有很多的線眼 線人等等 例如記者 其實記者都報導了 放在哪裏 所以你不會不知道他放在哪裏 不過當時高志活有一個關注香港議題的團體 叫做我們 發起了一些運動 透過3D打印技術和AR技術 複製造成一塊國殤之柱 換起對這件事件的關注 然後我就看 什麼組織呢 看看之後 原來 撤出了華人民主書院 在台灣 打算用3D打印技術 打一塊國殤之柱 最終他們印了出來 但是細舊很多 本身已經不漂亮 之後更加不漂亮 那他們怎樣印的呢 眾籌 喔 那用了多少錢去搞國殤之柱 總之他們那時候籌150萬 那麼多 不要管 最終打印了出來 動了在台灣那邊 蔡蔡子那些也是走過去朝聖 過過過去 所以其實 他是不是真的不知道 國殤之柱的去向 是不是 香港大學不合作呢 其實看各方面的證據 其實是他自己不配合 是他自己不合作 不關香港大學的事 所以他現在在耍無賴 其實我都覺得 真的很無賴 真的很無賴 當然這支國殤之柱 最終是會怎樣的呢 我覺得最終 而來香港的機會 都很大 看看他是不是有足夠的誠意 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很想將他移來香港 當然如果他只是用來做新聞 偶爾用來做新聞 當然 國殤之柱 可能會弄到最後要放去堆填區 也不奇怪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 歡迎大家下面留言告訴大家 你點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訂閱民潔紳士多頻道 記得按鈴鐺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多謝大家 拜拜